大家看本台的泰国影片、台湾的旅游片,很多了 今次终于跳到新的国家,马来西亚 或许大家对马来西亚的了解比我更深 因为本台奖从来都未去过马来西亚 但看下我什么都不知道去介绍,硬是有些风味 我是很喜欢介绍机场的,因为这是旅客必经之地 继泰国、台湾和香港之后,马来西亚的机场 吉隆坡国际机场,位为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自然有它的卖点,除了地方大之外 因为一号坡坡更是日本著名建筑师克川吉章的设计 采用的概念就是森林中的机场,机场中的森林 非常配搭马来西亚的热带气候 天鹤,今天是6時半 这里呢,其实很像香港 第一,就算我現在還沒過關,也有超多東西買的 大家一路看著後面,也看到很多不同的店鋪 第二,就是連設計也有點遲 相比台灣 台灣我一去,就已經是入閘了 即是入境了 沒有的,沒有那麼多位置給你消費 這裏,我逛了十分鐘 都還沒見到那個入閘位 也換句話說,證明這個機場多大 果然和香港一樣的,是有這些無人駕駛的列車 我們要去這個入閘機室 相信大家都記得我曾經提及過 去機場第一件事是做什麼呢? 什麼呢? 就是買電話卡 不過,好像是逛了20分鐘才找到這個電話卡專櫃 好了,第一件事來到,現在一定要看卡 看看多少時間 我們開幾天? 7天 7天 9GB 什麼都夠用了 神經病 用到你吐就行了 其實去到每一個國家 去到機場,經常都說第一件事 只要找電話卡 第二件事就要找唱錢 如果你一開始沒有唱錢 你就可以了 好了,接著我們來到這裏 入境的,你看 可以這麼多人到這樣 你看 嘩,這邊真是 一整個小時才能入關 過了過關位 拿出行李 就是唱錢 這裏一間 兩間 不知多少間 看著我可以 是不是這個Hotel來的? 基本上 原來我一定會見到所有的唱錢 電話卡 或者一些旅行社 酒店那些單位 相對於這個 入境的地方 真是實際 不過是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要上去 離境 朋友們好 我們剛剛遇到 車子不夠 所以我們 嘗試乘坐 KL 的大的士 這裏是最底層 都有一站的士 感覺上 吉隆坡國際機場 比我經常去的幾個 亞洲機場 先進一點 難怪這個機場 榮獲SkyTracks 評價 全球僅僅 三十間 四星級機場之一的 榮譽 而且你在機場裡 看知識派 已經知道 馬來西亞 其實是一個多國語言的國家 根據和我一起來的朋友 馬來西亞主要流通語言 有五種 但除此之外 我還看到機場 有阿拉伯文 到底馬來西亞有幾多元 我都期望在這次 這個旅程之中 知道了 因為這次有朋友帶路 所以我們搭的士 離開機場 但如果你自己來旅遊的話 我就建議你怎樣都搭 KLI Express 三十八分鐘 直達KLI Central 加上 亦可以感受到鐵路風味 所以機場快線 絕對是本台獎 再來馬來的乘搭首選 好了到最後 今次我是來馬來公幹 所以拍得來的畫面 比較隨意 又不知之前拍過旅遊節目 無農無私 所以今次幾集的馬來之旅 亦都相信會給觀眾不同體驗 拜拜